巨大的哥斯拉怪兽在城市四处破坏 人类派出上百架战机进行抵挡 虽然成功打掉了这些怪兽 但它们体内的毒素开始四处扩散 腐蚀着人类的生存环境 可还没等人类反应过来 紧接着更多的怪兽接踵而至 为了抵挡哥斯拉的入侵 各国开始团结起来 打造出了一种近百米的机甲战士 机器有两名驾驶员通过神经连接和二为一 再将动作同步到机甲 从此战争的天秤向人类倾斜 一头头哥斯拉被人类打败 可直到这天 太平洋中出现了一头三级哥斯拉怪兽 男主和他的哥哥奉命驾驶流浪者号机甲去歼灭 他俩也是一对双胞胎兄弟 完美的神经连接让他们在过去战功赫赫 在一切准备就绪后 他们开始向下滑落进行合体 但操作这种机甲需要两位驾驶员进行神经的链接 才能发挥最大的战斗力 而两人的记忆与情感也会得到共享 完成这一切后 他们操控着流浪者号一步一步的向海面走去 而此时哥斯拉正将一艘渔船给团团为主 嘴里散发着巨大的能量蓝光 危急时刻 流浪者号也终于赶了过来 为了保护渔民的安全 他们一手下去先将渔船挪到一边 接着两人一拳下去 直接命中哥斯拉大猫 随后又发射出等于子炮 将哥斯拉击到海底 就在两人以为又一次轻松取得了战斗胜利时 哥斯拉又从海底冒了出来 从背后一巴掌偷袭了流浪者号 眼看情况不妙 两人还想再次发射等于子炮 结果不料被哥斯拉一巴掌撑住 并击穿了流浪者号的阻挡 机甲内的两人也同步感到疼开 还没等两人反过来 哥斯拉直接刺穿了驾驶舱 将男主老哥抓了出去 还没来得及难过 哥斯拉又再次袭击了流浪者的心态 最后男主忍受着疼痛 启动了最后一枚等一子炮 一声爆炸过后 哥斯拉终于隐喷吸部 而这次战斗过后 人类也见识到了怪兽的战斗力 变得更加难以对付 机甲的生产速度 已经赶不上失去的速度 于是高层决定放弃这项猎人技步 转而试图在海岸线建立起一道城墙 以此来阻止更多哥斯拉的入侵 与此同时 男主也因哥哥的死去 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创伤 自此离开了部队 无处可去的他 最后也成为了建造高墙的员工 可谁也没想到 修建多年的高墙根本是自欺欺人 一头四级哥斯拉的入侵 轻松就将高墙给搞垮了 人们看到这一切瞬间崩溃了 几年的辛苦劳作全部作废 好在一台机甲的出现 才算阻止了对城市的进一步伤害 没多久 曾经的猎人计划将军找到了男主 邀请他重新回归战场 但此时的男主 还在因当年失去哥哥的事情而难过 并不愿重新参与战斗 但将军的一句话说服了男主 什么更重要男主还是能够想明白的 于是跟着将军来到了 位于中国乡党的机甲基地 将军告诉他 由于多年的战斗 现在全世界仅剩于这里的四架机甲 分别是来自中国的暴风赤红号 俄罗斯的阿尔法 澳大利亚的尤里卡突袭者 最后一架便是男主当年驾驶的流浪者号 而如今的流浪者号也已经得到了升级 战斗力更强 但男主要想重新驾驶他 还需要挑选一名战友 于是男主看上了一名来自日本的真子 但是两人在进行精神链接默契度测试时 真子的神经却陷入了儿时的痛苦记忆中 紧张的神经致使他无意中启动了等彼此炮 这可把基地的人都吓坏了 好在工作人员及时拔掉了主电源 才算避免了一次灾难 但这次的测试失败也导致了他们暂时只能待命 而就在这时 基地传来紧急情况 再次从虫洞那边传送来了两头四季哥斯拉 正朝着乡岛方向奔袭而来 将军随即派出三架机甲迎战 而男主的流浪者号则留守待命 首先出战的是来自中国的暴风赤红号 哥斯拉一上来就将他那利刃般的尾巴甩在赤红号腰间 站起身来的赤红号随即摆出锋利的刀铁 朝着哥斯拉来回切割 却不料哥斯拉伸出双爪控制住了赤红号 赤红号连忙启动推进器 一个翻身将哥斯拉甩到一边 旁边的阿尔法连忙过来朝着对方就是一顿暴走 但子麦哥斯拉的战斗力着实太强 没一会功夫就将阿尔法撂倒在地 随后又朝着赤红号甩出锋利的吻巴 直接穿透了赤红号的驾驶床 里面的驾驶员也随即丢了性命 阿尔法健壮 试图上前为赤红号报仇 不料哥斯拉不讲武 喷射出强烈的腐蚀性涅体 阿尔法的头部被严重腐蚀 坚守在后方的突袭者也随即赶来 结果还没走紧 半路竟然冒出来了第二头刺激哥斯拉 还没反击阿尔法就被对方打得措手不紧 突袭者本想发射导弹进行反击 却不料这头哥斯拉竟然释放出了一道强烈的电子脉冲 所到之处瞬间失去了电能 机甲也失去了动能 这时男主站了出来 如今只有派出流浪者号前去迎战 因为他是唯一一架使用核能的机甲没有受到影响 而海上的哥斯拉见人类已经无计可适 其中一只便朝着城市游去 开始在城市街道四处破坏 另一头则留了下来继续看着突袭者 甚至不断锤打机甲的外壳 操控室的父子二人也只好爬了出来 两人看到后不仅没有退色 而是拿出信号弹朝着他的眼睛发射出去 这也彻底激怒了哥斯拉 眼看二人即将隐喷吸引 背后突然冒出一道强光 原来是流浪者号及时赶过来 只见哥斯拉看到后直接朝着流浪者号奔袭而来 流浪者号则反手跑到他身后拔下了他身体上的脉冲器 惹怒后的哥斯拉随即掐住流浪者的腰部 在旋转两周后扔到了数百米远的脑口 但哥斯拉仍不肯放手 爆发着怒吼就朝着流浪者奔袭而来 流浪者也不甘示弱 一个跳跃冲刺狠狠地砸向哥斯拉 接着再抓住他的脑瓜子拿过锤打 起招下去直接将哥斯拉打个晕头钻向 哥斯拉随即拿起身边的灯塔砸去 流浪者则拿起集装箱砸去 一个双手夹击再一拳下去 直接将哥斯拉打蒙了 随即再连续向其发射出等离子炮 可谓战斗极为激烈 直至将炮弹全部打蒙 才算将哥斯拉打他下 最后还不忘再转身补上一道 以避免当年的悲剧再度重演 完事以后 流浪者拖着一个邮轮向市区走去 准备去解决另一头哥斯拉 只见流浪者朝着对方的头部来回砸来砸去 就在快要将哥斯拉打蒙时 他随即甩出尾巴夹住了流浪者手里的邮轮 然后再将流浪者猛烈地锤打背 等流浪者站起来以后 已经不见了哥斯拉的踪影 流浪者在城市里四处寻找 可就在这时 哥斯拉突然同一旁的高楼中扑了光 将流浪者险些扑倒 流浪者随即快速反击 几个组合拳下去 打得对方晕头转向 哥斯拉随即再次喷射出强酸 好在流浪者躲避及时 就在对方再次准备喷射时 流浪者一记重拳打入对方嘴里 不料他又甩出尾巴将流浪者给缠绕住 流浪者连忙喷射出冷却剂 挣脱束缚后 流浪者抓住时机将哥斯拉的舌头给扯下来 恼羞成怒的哥斯拉 用两只后腿死死抱住流浪者的背部 然后展开双翼带着流浪者朝着空中飞去 没一会功夫就来到了万民高空 机甲内的氧气也逐渐耗尽 等离子炮刚才也已经耗尽 危急时刻 真子想起了他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锁链剑 只见机甲左臂甩出长长的利剑 狠狠地朝着哥斯拉劈去 一剑下去被分成了两半 但流浪者也从高空急速下准 照此下去 就算有坚硬的机甲护身 也会被摔得粉身碎骨 索性在最后一刻 他们将剩余燃料集中发射 为降落争取了最后的缓冲 成功安全地降落在地面 经此一战 他们也成为了基地里的英雄 但来不及庆祝 又有两头哥斯拉正从穿越口而来 为了彻底摧毁哥斯拉 他们决定前往太平洋深处 炸毁那个将哥斯拉传送过来的虫洞 但如今也只剩下流浪者号和突击者 而突击者的主架 由于已经在刚才战斗中身负重伤 将军决定亲自上阵 经过简单休整后 最后两架机甲再次投入了太平洋中 与此同时 为了研究哥斯拉身上到底隐藏着什么秘密 备研人员进入了刚才死去的哥斯拉体内 可就在这时 却突然传来一阵阵跳动的声音 下一秒 一只小哥斯拉突然从胚胎中冒了出来 朝着人群就追去 但没追多远 小哥斯拉就被母胎中的脐带给勒死了 科学家趁着小哥斯拉还没有完全死去 连忙与其建立了神经连接 并从中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哥斯拉从其他星球穿越地球 目的就是要占领地球 而哥斯拉每次进入这条虫洞都会进行基因验证 也就意味着 军方派出的两架机甲前去虫洞投放核弹的计划 根本无法完成 可此时 流浪者号和突袭者已经来到了虫洞附近 可诡异的是周围竟如此安静 就在他们准备投放核弹时 科学家及时赶到了基地 将虫洞需要识别的事情告知了他们 除非能抓住一头哥斯拉才能跟着进入虫洞 话音刚落 一只巨型怪兽就从洞口冒了出来 他就是史无前例的五级哥斯拉 就在他们准备应战时 不料又从侧面冒出一个四级哥斯拉偷袭了流浪者 而强大的五级哥斯拉更是一击就将突袭者击倒在地 核弹发射系统也遭到损坏 流浪者这边在控制住四级哥斯拉后 本想使出锁链剑干掉对方 却不料又遭到另一头哥斯拉的袭击 整个右臂都被撕扯了下来 两人忍受着巨头 再次用左臂伸出锁链剑 直插这头四级哥斯拉的头颅 然后再将它拖到火伤口中进行空调 想不想来一口呢 却不料最后还是因为流浪者的战力下降而逃脱掉 而这时又一头哥斯拉朝着流浪者追来 流浪者忍着巨痛再次挥着利剑刺向对方 直接将其一分为二 而突袭者这边仍在顽强抵抗五级哥斯拉的攻击 最后双臂甩出锁链剑直插哥斯拉胸膛 而这也彻底激怒了他 发出怒吼声召唤出同类前来支援 面对如此局面 驾驶突袭者的将军让流浪者尽快去投射核弹 而自己则选择了引爆核弹 与这群哥斯拉同归于警 一声爆炸过后 流浪者也损失严重 单手托着哥斯拉的尸体 一瘸一拐地朝着虫洞洞口爬去 却不料 那头五级哥斯拉居然还活着 再次拦住了流浪者的去路 流浪者随即开足全部活 试图将对方撞进洞口 同时又用锁链剑刺向对方心脏 但顽强的哥斯拉仍拼命抵抗 结果在洞口掉落的过程中 将真子的氧气舱给打烂了 男主随即发射出巨大火焰燃烧哥斯拉 这才算将其干掉 流浪者也通过哥斯拉的基因 顺利穿过了时空裂缝 但此时真子的氧气已经严重不足 男主将真子放入逃生舱 弹射了出去 随后独自驾驶流浪者继续下路 来到了哥斯拉的世界 然后手动引爆了核反应堆 并在爆炸前乘坐逃生舱逃离了这 而连接两个世界的虫洞 也彻底被推 再一次拯救了全人类 两人的逃生舱也先后顺利浮上水面 但哥斯拉真的彻底被消灭了吗 你们觉得这个怪兽和金刚大战哥斯拉里的哥斯拉哪个更厉害 关注时说隐瞒 更多精彩持续更新